果图剧场推出疗愈戏作品 解忧杂货店 改编自冬野归吾同名作品 邀请到资深大腕张富健 全是杂货店爷爷 人在郁闷的时候 这个突然穿越西风来了一封 未接吸引的戏 所有的故事都从解忧杂货店延展出去 最后又全部收据回来这解忧杂货店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散发一点点的 善意出去 他有机会可以绕着一圈 最后温暖到每个人 帮助到每个人 甚至可能是帮助到我们自己 自己也在里面感觉到 你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或障碍 或是你无信的一些动作 对你来说是生命很重要的完成 对 这是这个剧本 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这不可能是真的嘛 这里一定有什么整人机关 其实就算有机关好了 光是写信跟记信 都不可能有这些时间而已 而且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要回什么 对 而且他还说他很开心 我们可以写信给他 可是他希望可以给他一些 更实际的建议 虽然篇幅都不强 关系对我而言非常有条件 你如何在这些有些篇幅里面跟观众的联切 我觉得对我而言很难 很有爱的一个戏 很有爱的一个集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观众进来最疗愈的 这一类的日本推理小说 他们的书我家里也还蛮多的 可以把那个人生清单上其中的成就勾起来了 有别与以往我会演到的角色 我跟了一群我以前没有工作过的演员 还有导演一起工作 这次我收获很多 重申是一首贯穿这一整齣戏的这首歌 一片黑暗之中 能够有一点点的光慢慢的透进来 人生中难免有比较低潮 比较失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心中的那个光 2020年9月首轮演出感动蔓延 2021年新北台中重生佳演 再次温暖你的心